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M4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M4 不過不是介紹Leica的M4相機 是介紹寶馬的M4車 其實男人除了攝影之外 駕駛也是其中一個很有興趣的項目 我自己也是 除了攝影之外 也很喜歡駕駛的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自己駕駛了一年的M4 到底在這段時間 我對他的感受是怎樣 有什麼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次我找了我的好朋友Mandy 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Mandy, 到你了 當然到我出場了 有沒有見過我呢? 因為我在有線電視做賽馬 如果有馬迷應該會認得我 今天Frankie找我過來 就是介紹他的寶馬 也是馬 是嗎? 對, 馬迷 對, 其實也說回 因為其實寶馬 他以前很多年前八幾年的時候 打算參加一個德國的房車賽 然後把三系的車改良了 改進了 就變成M3出現 但因為當時他們的賽制規定 這架車必須有製造五千部去賣 才可以參加 到後來他們贏了比賽 接到訂單已經超過一萬六千部 以及銷量越來越好 他們一直都改進了 出了不同系列 我記得後來已經出了六個不同的版本 沒錯 現在最新的版本是G80 沒錯 但是明明剛才你說M4 為什麼我會說M3 其實好像是2014年的時候 他已經將這個系列分了 這一部就是兩門的 就叫M4 沒錯 四門的就是M3 對 但是我記得好像2016年的時候 他們為了慶祝M系的30周年 又出了一個競爭版 有什麼不同 就是這個版本 外觀上的不同 首先就是鬼面罩 兩邊側梳 還有後喉嘴 還有後面M4的標誌 都是轉了做黑色的 是 亮黑色 還有就是一個20吋 很有標誌的連結 這個是十個爪 除了這部競爭之外 還有CS版本 還有GTS版本 都是用這部競爭的 不過顏色有點不同 我覺得整體看上去是挺帥的 真的 好像你這麼帥 這部車其實就 表面看起來好像很溫馴 剛剛你也坐了一輪 我開了過來 你會覺得可能跟普通的寶馬 真的分別不大 但其實它有點精神忽裂 當它慢慢駕駛的時候 可以很溫馴 但當它熱血上來 你真的連你也害怕 真的要浪費很長時間 跟這部車溝通幕後 我剛剛坐下 我覺得很滑滑 很安穩 沒錯 其實我很喜歡這一類車 但你說它很激進 或者會開得很快 我想像不到怎麼辦 怎麼辦 那要不要試試 好 CAD 好,Mandy,出發了 讓我試試這輛車有多精神分裂 明明剛才也很正常 馬上下身了 為何會啃啃啃啃 是正常的 經歷駕駛就會有這個情況 就會是這樣的 因為低波是扭力大 原來是這樣 你覺得是否跟之前很大分別 是呀,剛才那一刻我也… 來一來吧 深呼吸了一下 是嗎 來了… 錯,是因為我的手臂力 我不敢去那麼盡 是,因為轉彎真的有斜 對,有斜 這個加減波是用來這樣用的 對,左邊就是減,右邊就是加 有時其實也會有些混亂的左右會亂 尤其是甚麼呢 有時出迴旋處或者扭彎的時候 有個軚是不斷地扭的 是呀 這個情況就是你也不知道自己扭了去 哪裡是減,哪裡是減 是呀,是呀 這個情形我就會喜歡用這裡拖球 入球就是拖球 喔… 變成這樣就不會有錯 嗯… 是呀 這個是我覺得自己一個… 挺好的分享 挺好的分享 對,至於日常性來說 其實這部車也挺不錯的 車尾傷又夠大 還有也有開門的功能 挺好的 變成方便的 有時可能你拿東西多的時候 它是幫到手的 還有也是有Key Let's Go 譬如說你出入開門 你知道要戴著鑰匙就已經OK了 就不用煩了 可以博到Car Pay的 雖然這個可能要… 另外要去Active這件事了 這樣才可以用到Car Pay 但是Car Pay亦都方便的 有點歌啊 譬如說Spotify啊 是呀 其實它都幫到手的 甚至乎那個Siri呢 它都可以的 Siri 今天天氣如何 現在停下 電溫21度 由今晚開始將會一點高雲 今晚到夜 電溫會由21度 變到17度 很詳細啊 OK吧 就說播歌吧 Hifi也OK的 用了Carmen Carton的音響 這個是挺正的一個音響來的 用Spotify播放鏡鐘鏡 好的 現在是Spotify播放鏡鐘鏡 蛤 他應該不是薑粉 他可能喜歡Anson Lo Spotify說 這麼新的歌 我們還沒有 這樣 Siri 用Spotify播放鏡頭 馬上播放鏡頭 喔 真的可以 但那些電單車真的飛得快 你是不是有電單車牌 好沒有 我單車牌 這就是抗日烈士 這就是抗日烈士 在這裡拍結尾 完成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樣的紀念碑 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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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趁Mandy去補裝 跟大家補充一下 關於這架車的規格 這架車就是M4 Competition 它的引擎是450匹 比普通版多有19匹 普通版是431匹 而扭力方面就是兩架版本 550個牛頓米的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0-100 普通版是4.1秒的 而Competition版本是4秒的 至於輪胎方面 這個胎就是普通版就是255 而這個版本是多了10mm的 是265 剛剛說的就是前胎 至於後胎 普通版本就是275 而Competition版本就是285 當然馬力方面就提升了 在爪地力方面 有所提升也是很合理的 這一部就是一個7前速DCT的波箱 有手波板 是6前速的 其實轉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這個原理跟一般的手波是一樣的 只不過電腦和你做了 比如說打車 這個情況 比如說我們會看到有個P波 如果要走的話 就拍到右手邊 就變成一個D 有個煩惱就是 我為什麼沒有按鈕去按P P原來就是 可能你是入了波 無論你是R 或者是1 都可以的 你一適時 就變成P 這個就是一個情況 如果你說你是N波的時候 你關了它會提示你的 那你就可能再按多一下 這個死火鍵 那它就會 開了P波 這個就是比較有趣的地方 另外要說說 這個車的設定方面 其實它有很多部分 可以讓你獨立調校的 譬如說在波段方面 有三級 可以調校的 譬如說我現在入了波 先讓你調校 譬如說1 2 3 還有軚環方面 也可以調校的 可以調校最近 Sport Plus Sport Comfort 這樣去調校 視乎你自己的習慣 避震方面的軟硬 這個我覺得是挺重要的 譬如說有時候 車著老婆 女朋友 你就真的要調校軟一點 輕快的時候 Body Roll會比較厲害 可能需要用一點 硬一點 視乎你當時的情況 還有一個就是 引擎的方便 Effective Sport 和Sport Plus 這個真的要留意 譬如說 現在是Sport Plus 後面的屁股 後面的屁股 都會開了 馬上有Bubble 聲 安靜一點 選一個Effective 可以善良好 可能你會覺得 這麼複雜 四個選項 成出來 就結束了 長按M1或M2 就會 save 這個功能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按M1或M2 就會 recall 之前的setting 就出來了 還有要提及的 就是 這個 鈦環 這是一個選配 Alcantella 的物料 手感是很棒的 也有一個 抬頭顯示 再說一說 抬頭顯示 其實有一個普通的版本 速度而已 有時候我們要留意 路面 又不想兩頭走 眼睛 分了神 其實這個抬頭顯示 都挺好的 也可以調到 左右 上下 角度 因應你自己的 坐姿去調整 還有就是說 這個是可以選擇 一個叫 賽車模式 抬頭顯示的格式 這個格式 會包括 轉數幾多 它有一個格格的顯示 一格就一千 這樣去表示 速度 這個一定是最重要的 還有 轉波的波段 可以看到 這三樣東西 我覺得是不錯的 有些人會覺得 有些 阻礙視線 看看你自己習慣 當你是專注在路面的時候 你就不會留意這件事 還有 有得較光暗的 說回椅子 廠方說 這個是一個運動型的椅子 減輕重量 我覺得 重量減低 實質是微乎其微 但是 真的是一個運動型的椅子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做運動 我做完運動 我很熱 我坐下去的時候 其實 尤其是香港 都是偏熱的 那些冷氣 可以入到背部 那就不用吹著寒 這件事 我覺得是挺喜歡的 就是可能將來 會越來越少 這件事 就是 Analog的表示方式 是用真正的機械指針 例如轉數 速度 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漂亮的 因為機械感 我覺得 別的數碼 反而覺得太過義氣 我個人感覺 我會喜歡Analog 會比較多 有些朋友說 喂 其實你的車 會不會還有些東西要改 對於我來說 其實這個馬力 各方面的配搭 對於我來說已經是非常好 其實 如果真的要改得多的話 那我不如買那個 真的改好的 好過 因為始終來說 你自己改的 會改到 可能根本的分佈 是不平均的 可能馬力太大 或者輕到0 變相而言 反而越整越碎 其實 它已經工廠跟你改好了 你還擔心些甚麼呢 最後 總結一下 這部車 對於Analog 日常的使用 以及激烈的駕駛 我覺得各方面 都是非常平均的 它有一個很大的後座 就算你多兩個朋友 跟著你一起的話 也能坐到 還有一個很大的後箱 有時可能有單車 拍一下東西 可能有很多器材 要擠的時候 擠得到 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你譬如說 接下來有朋友 是有興趣 可能入手這部車 我會覺得 這部車是很好的選擇 平均的情況 都比較好一點 當然 如果你有小朋友 可能會差一點 如果是老公婆 或者是男女 情侶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適合用的一部車 這個唯一注意的地方 始終是一個高性能的車 駕駛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先熟習了 了解了的車 才去飛 因為始終馬力這麼大 小小的意外 可以導致很大的損失 是不是覺得很新奇呢 平時我們介紹這麼多相機 第一次介紹車 其實我也第一次用這些方法 去拍一部車的影片 我也有幫Frankie開機 記得留言讚一下 我拍得好 而且我看到Frankie這樣介紹完 我自己都有興趣想開這部車 如果你們有什麼古董車 或者是特別類型的車 都想分享的話 可以留言聯絡我們 說不定 下次是我跟你一起拍 下次見,再見 Mandy說得對 如果你有輛車 想跟大家分享 但你又不會拍攝的 那就找我們吧 WhatsApp、Facebook 都沒問題的 其實說回老本行 我是做賣相機的 跟賣車完全無關 這麼巧合就是 Leica這個品牌 和寶馬 大家都是德國的產品 另外還有一件很巧合的事 就是Leica是M系列最出名的 寶馬也是M系列最搶手的 賣相機的 當然很自然會拍攝自己的車 所以就拍了這部影片出來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讚好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再見 拜拜